好 接下来我们加好奇牙了就发射吧 好吧 来 激动人群的时刻 3 2 1 发射 今天我们来到同济大学的129操场 我们身边这位王老师呢 是一位科学老师 研究了好多年的火箭 不是真火箭 水火箭 水火箭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科普项目 它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身边的简单的材料 来模拟真火箭的发射 真火箭的发射是根据动量守恒净率 发射的时候需要点燃染料 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哗地冲出去 然后反冲火箭上升 气体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乱 这个气球呢 喷出气也能上升 也能推着它走 那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这个橡胶的收缩 哦 飞走了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大型一级水火箭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这水火箭灌水 把水从上往下加 小飞要卖滴水 我们一直灌到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 密封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它打气啊 打气是从哪打进去的 打气的话是从这边打 边是气管 这是单向法 防止这个水倒流 嗯 气可以进得来它出不去 嗯 就这样一个 然后这个上面的空间 上面的空间都是充满空气 高压气 对 根据我们的实验发现反冲力的大小 跟这个喷出物的质量和速度都有关系 对对对 水多呢比较少呢 找一个最佳的这个平衡的点 就可以让这个火箭飞得更高 接下来我们再给火箭打气啊 这个四个半 来 5 4 3 2 1 发射 哇 开闪 这边 哇 哇 我们真的火箭到天上还要分离呢 我就奇怪了 什么时候它知道要分离 这个就是一个二级水火箭 那分离的话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 拉开 哦 你现在可以 哎对 拉开之后 你看 一级就会自动的把伞给拉出来 哦 安全返回 二级上面呢 也有个降落伞仓 也会把伞弹出来 安全返回 那最最核心的是 它是怎么分离的呢 它是在哪个时机分离的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分离器 嗯 这个分离器有两部分组成 下边呢 是有硅胶管的一个部分 上面是硬管 那我们打气的时候呢 这个硅胶管的周遭有比较高的气压 比如说七个大气压 它就会牢牢的将里面的硬管给卡住 这样的话 它打气的时候呢 这个火箭是不会分离的 但是它到了空中之后 这个一级部分呢 它会快速泄压 这时候呢 它的这个压力就不够了 所以它就无法去抵抗它向下的这个 冲击的力量 所以二级就会自动的分离 那 为什么它会把它给冲开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巧妙的 安排了一个单向阀 空气只能从下往上跑 它不能从上往下跑 所以它必然会被它给挣脱开 但是光有分离器呢 这个水火箭也不一定飞得好 所以呢 我们还设计了这样一个红状的节奏 当这个瓶子加压之后 它会微微的膨胀 它会挤紧外面的这个圆筒 这时候它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摩擦力 所以可以保证我们打气的时候 它不会自动的分离 好 我们设定最后一步是拉落装置 启动它的那个延时的 设定它的时间的 里面是一个小刀条 发射的时候它就会拉落 你看我们打气的时候 这个空气从下面上来 然后经过这个单向阀 经过软管硬管到二级 所以整个舰体都通了高压空气 5 4 3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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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3 3 4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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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4 4 5 5 4 5 5 6 5 6 6 6 5 6 6 6 7 7 8 8 9 9 5